韩丽眼见那些怪人消失 不觉得一正 因为刚才那一幕啊 发生得太过突然 且有些匪夷所思 但随即他眼中闪过惊讶之色来 竟然如此 难怪之前没有感知到 这些蓝毛怪人潜伏在此呢 此时啊 几头怪人钻入地下 立刻朝着远处飞逃而去 速度更是快的惊人 韩丽目光微微闪动 却并没有什么举动 这些蓝毛怪人隐匿之术 虽然玄妙 但是他仍能模糊地感知到 不过他并未打算去追赶 金童的小脸上怒气冲冲 不过呢 他不擅长感知 转头朝着韩丽看了过来 虽然没有开口说话 但是询问之意很明显 韩丽摇了摇头 缓缓开口 由他们去吧 为什么不追啊 这些蓝毛怪人 并非寻常的蛮黄凶兽 应该是来自附近某个 蛮黄异族 盲目的追赶 恐怕得不偿失啊 就这些蓝毛猴子 再多十倍 我也不放在眼里 哼 千万不可以小看 这些蛮黄异族 很多族群实力非同小可 借这些异族大多奉有 类似此前那些杀兽一样的蛮黄真灵 实力深浅难明啊 我们的目的是横渡蛮黄 寻宝只是顺便 不要结外生枝啊 金童文听这话 回头想 那头杀兽的实力 小脸立刻神情微变 没有再说什么 这时候皮羞有些懒洋洋地说道 主人 没想到你对蛮黄的情况 知道的还不少啊 竟然往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要在这蛮黄中求生 自然要尽可能多得知己知彼了 韩丽 此前在原荒城内 并未了解到多少 关于蛮黄的信息 知道的这些呢 还是在无偿盟中 高价悬赏得到的 韩丽目光私下扫了一眼又说道 走吧 这些蛮黄异族 非常仇视 猎荒修士 他们这次吃了亏 过一会儿恐怕 就会有大队人马杀来了 真没劲 大叔有些困了 有好玩的再叫我啊 金童显得有些没精打采 身形一晃啊 画作一点金光 落在韩丽手指之上 金光一脸 画为一枚金色的戒指 韩丽笑着摇了摇头 掐绝一挥 地域飞车光芒一亮啊 继续朝着前方飞去 为了避免那些蓝毛一族 再追上来 接下来的行程呢 韩丽没有再慢慢寻宝 而是开启 遮蔽禁止 全力赶路 很快就离开了白雾山脉 飞离山脉之后 前面地势顿时变得一马平川 不多时一片略显幽暗的森林 出现在前方 远远的望去啊 这一片森林的树木 大多呈现出灰黑的颜色 而且枝叶茂密 即便此刻是白日 森林内仍然一片昏暗 给人一种阴冷莫测之感 韩丽见此眉头微微一皱 不过还是驱动碧玉飞车 一头扎入森林之中 过了一会儿 皮羞乎地开口 诶 有些古怪啊 这片森林里的天地灵气 也算浓郁 竟然没有多少灵才的气息啊 韩丽文言面色微宁 他的神识 也一直感应周围的情况 也探查到此地颇为的古怪 下方幽暗森林内 非但各种灵草很少 临终也没有什么 蛮荒凶兽的气息 虽然看起来有些古怪 但是韩丽呢 也没有太放在心上 若是此地没有什么危险 他正好加快飞车速度前进 又飞了小半日 皮羞呼地站了起来 眼睛闪闪发亮的开口 好强大的灵力波动啊 还有这浓郁无比的气息 主人 我感应到左前方 应该有什么东西 非同小可 韩丽文言 闪过一丝迟疑 略沉吟之后 还是一摧法绝 使碧玉飞车 向左前方飞去 片刻之后啊 一片死气沉沉的 黑色淤泥沼泽 出现在前方 沼泽之内寸草不生 到处都是黑色的淤泥 散出阵阵腐烂的气息 不时有一个根大气泡 从淤泥里钻出来 碎裂开来 腾起一股股 紫黑色的胀气 以我的身世感应 这边区域内的天地灵气 较森林中的还要稀薄几分 别说天地灵财了 甚至连生灵的气息 都感应不到分好 皮秀 你是说这里有宝物 不会错的 在沼泽深处 这次找到好东西 可别忘记我的功劳啊 那就去看看吧 寒丽有些将信将疑 但是呢 手中法觉一催 继续催动着飞车前进 又飞了一会儿 寒丽面色一变 掐绝停下了碧玉飞车 此处下方沼泽内的紫黑色胀气 极为浓郁 在沼泽上方凝聚了厚厚的一层 使得这里昏暗无比 宛如黑夜 寒丽对这些胀气倒不在意 催动飞车朝着下方落去 在沼泽上方食欲胀处停了下来 眉头紧皱 只见脚下黑色淤泥当中 赫然躺着一句句白森森的海骨 大多已经腐烂 不过仍能看出是各种妖兽之骨 这些妖兽海骨有大有小 小至数十丈 大至上百丈的骨头都有 不单单是脚下这一片 前面也是一样 一直蔓延到视线尽头 在如此昏暗的环境下 泛起点点微弱的白芒 更显阴森 皮修似乎被眼前这一幕吓了一跳 没敢再说话 只是微微侧头瞄了韩丽一眼 韩丽脸上的神情并没有太多变化 停顿了片刻之后 掐绝一催飞车 继续往前飞去 越往前 沼泽中的妖兽海骨就越多 几乎将沼泽铺满 到了后来啊 反而看不出黑色淤泥了 而且四周的气温也随之骤降 韩丽木然地开口问道 还在前面吗 主 主人 应该在前面没错 但这里有些吓人 不如还是算了吧 希望你没有预感错吧 既然到了这里 韩丽自然不愿意就这么打退堂鼓 据过往的经验来看 凡事不出事的天才地宝 附近都有一兽把守 这也是无考后非的 只是此兽应该不容易对付 且有某种十分高明的隐匿气息手段 我至今都摸不着他的身前 不过从目前的蛮荒给我的感觉来看 以我的目前修为 即便是遇到什么危险 自保当是无语 万一有什么匹敌的存在 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就是了 韩丽心念转动 继续默默地催动着飞车 向前飞行 只是暗中提高了戒备 并把速度放缓了不少 如此又前行了片刻之后 韩丽把法觉一收 让飞车停了下来 此处已经到了沼泽深处 这里的海谷数量多的惊人 在四周堆砌起了一座座巨大的古山 此外呢 这里的海谷 大小也叫沿途所见要大得多 山峰般大小的巨型骨架 比比皆是 层层叠叠 堆积于此 这一幕让韩丽也不觉得心中一领 这个时候 皮球忽然往前方一指 开口说道 主人 宝物就在那里 只见前方数里外的 两座巨大古山当中 有一片树杖大小的碧绿水潭 潭水清澈见底 水潭中央生长了一株金灿灿的莲花 足有脸盆大小 此莲花有九个莲瓣 每个莲瓣呢 虽然都是金色 但深浅不一 组合在一起 却又没有丝毫不协调之感 莲花上方出现九道深浅不一的金色彩虹 闪闪发光 绚丽无比 韩丽心中一动啊 连忙催动飞车 又飞了过去 距离尚有数百丈 浓郁无比的香气 便已从金色莲花上散发而出 韩丽呢 只闻了一口 全身上下便一片舒畅 体内挤出心窍 隐隐有些张开的迹象 进此情形 他心中是又惊又喜啊 虽然不认得这金莲是何物 但是单凭这股幽香 便知是无上领悟啊 韩丽正要飞过去细看 就在此刻一变突生 一声洞穿云霄的叫声 木然从远处天际传来 叫声入耳 令得神魂都猛然一颤 身体呢摇晃了一下 不过韩丽神石之力 强大无比 立刻就站稳身体 但是脸上神色位置一变 上方呼的一暗 一头黑色巨兽 出现在半空当中 此兽身躯巨大无比 比起当初在沙海 遇到的那头大沙兽 都不遑多让 形如蛟龙 全身布满巨大黑色鳞片 每一片都有十几张大小 头上长了几根 巨大的黑色骨刺 每一根都足有数百丈长 身下四只巨大龙爪 更是遮天蔽日 黑色的蛟龙 一双巨木 死死盯着金色莲花 满是贪婪之色 但旋即目光一转 落在了还处于 飞车上的韩丽身上 目光中凶光一闪 哎呀 主人我 我也有些困了 皮修惊呼一声 接着周身白光一闪呢 顿时画作一只吊坠 出现在韩丽的腰间 韩丽没空管他 身上金光一闪 正要有所行动 忽然呼啦一下 一股狂热之风 凭空刮起 却是那条巨大的龙尾 横扫而下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儿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